法定人數不足 好,謝謝 好,等一下 Alice先過來 今天我不是給一下菜嗎? 好,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好,首先多謝大家出席 我們今天小巴業界 有一個紅巴業界 和一些小巴持牌人協會的 記者會 今天主要就是 知道之前政府提出 有一個交通補貼計劃 在交通補貼計劃裡面 最初就說是包這個 地鐵 巴士 還有一些專門小巴 裡面就沒有一些村巴 和紅巴 所以我們在計劃公佈之後 就聯同了村巴業界 和紅巴業界 向運防局局長 反映要求將他們納入 因為他們都是 公共交通工具之一 如果他們不納入的話 會有很多的市民 是不能夠享有 這個優惠的服務的 也都會令到有部分的業界 例如紅巴的業界 他們的司機 生意 百上加一斤 就越來越難做 所以今天我們開了記者會 就知道其實政府 之前都 我們反映了給他的意見 他其實都是有意 把村巴和紅巴 是立入計劃的 原本我們都期望 可能最快 希望這個月的交通 及運輸委員會 應該見到份文件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可能我們立法會 現在都是大會 在談議事規則 可能都要去到一月 但是怎麼到 我們知道政府 其實有意 將村巴和紅巴 都立入的 當然了 這個立入 可能需要業界 接受一定的條件 例如 他們會擔心 究竟會不會 是不是 有沒有服務的呢 會不會沒有服務的 那些小巴司機 因為紅巴是個體戶的 都拿著一張卡去打 所以可能會要求提交 一些的證明 可能是 有運作一定的路線 究竟是哪一點去到哪一點 等等的 所以我們其實 今天業界 出來的記者會 其實都是想告訴公眾 業界是願意去接受 這些規管 願意接受 無論是路線的規管也好 或者價格一定程度的規管 他們都是自願可以接受的 希望可以在這個交通補貼計劃裡面 納入他們 等他們都跟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一個公平的環境 是可以有一個補助給他們的乘客的 一會兒他們都會簽一份的承諾書 和大家一起去簽這個承諾書的 承諾書裡面包括了他們願意安裝百達通 是願意去訂立一個 固定的服務的線路 例如由A點去邊點 B點 路線很清晰地告訴給 運輸處聽的 最後它又可以有一個 較穩定的車資收費 也都是清晰地告訴給 運輸處知道的 其實這個會令到政府相對地對於公共的交通工具 是有一定程度的監管 也都令到政府的工黨得以善用 也都可以令到業界能夠享受這個計劃 所以我們一會兒都會支持其他 但是我們今天除了講業界自願接受這個規管之外 我們都還想提議一個建議 建議是一個紅轉綠的先導計劃 就是紅巴轉綠巴的先導計劃 大家可能很奇怪 其實現在紅巴轉綠巴都一直有計劃 但是我想講講 現在看過去這六七年 其實基本上紅巴轉綠巴的數字 是非常緩慢的 最厲害的是2015年可能80多部的紅巴是會轉的 我們看到其實去年只有18部的紅巴是轉到六巴的 現在在現有的情況之下 我可能未必大家都清楚 我就解釋一下 現在紅巴轉六巴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現在紅巴轉六巴是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運輸處可能開一些新的路線 他招標可能開一條新的線 可以由其他的小巴營辦商可以去投標的 其實現在的紅巴營運者是投一些新路線 是會獲得加分的 鼓勵他們是紅色轉綠色的 另一方面就是怎樣呢 就是在現有的六巴專線小巴的路線裡面 如果他們要加車 例如那輛車可能有12部車的 那他覺得服務的需求大了 他可能要加到15部車 因為六巴是有監管的 他們會報給運輸處聽 他們有個服務詳情表 就是例如我這條線有12輛車運作 例如他要加車他就要買車 那他買車就可能在市場上面的 買些紅巴進去就會變成六巴的了 那所以各位你看得到 其實因為其實這幾年 新的路線不是開了很多 專線小巴其實比較多 可能都是2014年 是8條專線小巴線是開的 那所以其實你會見到 其實現在那個紅轉綠的速度是很慢的 那基本上這十年裡面都是維持著一個 就是三千頭左右的六巴 千幾步的紅巴 這個比例是這十年都是維持著很久的 那我們為什麼今天會提出這個先導計劃呢 就是如果我們在這個交通補貼計劃裡面 那要規管一個紅色小巴的路線 又要規管他們的價格的話 那基本上呢 它跟一個綠色的專線小巴 就會很接近的了 現在那個綠色專線小巴 跟紅色小巴有什麼分別 就是綠色小巴有一個叫服務長程表 服務長程表就有了所有的路線 究竟你是那條走線 哪一個是起點站 哪一個是終點站 會經過哪些路線 一個路線 第二個就是價錢 究竟你的車資的離停是怎樣的價錢 第三個就是這條線的小巴的數目 還有車牌 因為它要固定了 可能這十個車牌就是這條線的 防止了那些車會掉到其他地方 這樣有個服務長程表的 所以其實如果要他們 紅色專線小巴接手的補貼計劃 他們其實都差不多做到綠色小巴的話 所以他們就希望可以加快的紅轉落 那為什麼我剛才說了那兩個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現在市場上面紅色小巴轉綠色小巴的途徑 但是有個限制 你說為什麼他們都這麼慢呢 除了因為政府開新線 或者是買車之外 現在其實有些路線 我們一會兒都會介紹的 有好幾條路線已經說提出 我們提出了這個先導教育是有興趣參加 他們已經自己有個內部的服務長程表了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他們現在要轉綠色小巴呢 他們不可以就這樣轉的 他們要政府將他們正在做的那條路線 重新招標 重新招標拿出去的鏡頭 那很可能就原有可能這20架紅巴 經營著可能我們金鐘去著安達神這條路線 原本20架紅巴做的 如果他們想轉綠色呢 就運輸處會拿出來鏡頭的 但是鏡頭呢 就不一定是他們優先的 紅巴是優先 但是紅巴有很多的營運商 過去呢 曾經試過呢 就是呢 有些紅色小巴就說 我都想轉做專營 那運輸處就拿了出來呢 去公開招標 結果就是怎樣呢 結果就是第二間公司投得到 那所以呢 就令到呢 現在是市場上面 沒有紅巴專線做的路線呢 願意拿出來來投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呢 紅巴在做的路線呢 它不拿出來投 其實有個不明文的規定呢 就是運輸處呢 不會在那些 就是有紅巴經營的地方呢 就會投標 那條新的路線的 那變成了 其實他們都 就是默許了這條路線呢 就是紅巴去行駛 去運作的了 那所以我們這次提出就是 喂 如果我們就是 都做這麼多的規管給自己的時候 可不可以運輸處都在幾個條件之下呢 是給一個紅巴有個先導計劃呢 就是這個 就是了 它願意安裝白台空機 它是有個服務詳情表 那麼列明的路線 和列明的收費 那麼另外它要證明 它自己在那個 例如剛才我講 就是金鐘去安達臣之旅 那麼它證明了它走了一定的年期 那麼這個年期就跟運輸處再協商 那麼之後它就可以向運輸處提出申請 我就想參加這個先導計劃 由紅巴轉做綠巴 那麼如果它運輸處刊欠 沒有人反對之下呢 那麼就給它轉做 其實現在呢 在一些的船務的公司裡面呢 就是例如在做船呢 它要開一條新線 那麼它提出沒有人走的 也都沒有人反對呢 其實呢 運輸處都會批的 那麼不是沒有其他公共的行業 是在做這件事 那麼所以我們這次呢 就藉著 既然政府有個補貼計劃 業界願意去接受多些的規管的時候呢 不如加快這個紅鑽綠的速度 那麼有兩個好處的 第一 就是運輸處 因為專線小巴是受到監管的 可以監管一個好一點的服務 那麼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呢 市民來說 它是可以接受到 不單止是補貼計劃了 如果它轉為做綠色小巴的話呢 它是能夠連兩元優惠等等的優惠呢 都是享有到 令到那個區的市民呢 是享受最多的 現有的交通的優惠 那麼其實老實講 對於紅鑽的業界來說呢 他們呢 其實近年的那個生業額呢 在兩元計劃之下呢 都受到一定的影響的 因為專線小巴有 其他交通工具有 他們沒有 那麼所以他們呢 都希望藉著這個計劃呢 令到他們有個公平一點的環境 那麼我是初步介紹了大約這麼多 那麼看看陳恆斌議員有個補充 我再給業界他們介紹 好啊 政府在去年呢 就公佈了一個公共交通策略的研究的 那麼它在整個計劃裡面呢 就將紅鑽列為公共交通工具 那麼就是說 有事終無厭 無事下盈春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當要服務的時候 就會想起他們 但是當有寶座的時候呢 其實就忘記了他們 那麼近幾年呢 紅鑽的經營呢 的確是很困難的 那麼尤其是有很多新的鐵路 的路線呢 去運作啦 那麼大家見到 講到以前呢 都沒有鐵路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紅鑽在走的 但是一有鐵路 其實他們就沒有生意的了 那麼所以他們面對著 一個經營的困難 那麼當政府推出兩元計劃之後 其實綠色小巴有份 他們沒有份 而今次呢 政府的交通寶座呢 其實某程度上來講 那些錢都是落回市民的袋裡面的 那麼至於它選擇 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呢 其實應該是給市民去決定的 而紅鑽呢 應該是有一個 給市民決定的權利在這裡的 就是說一幫市民如果他出入呢 那裡居住 只有紅鑽去接待的話呢 其實不單止罰紅鑽 都罰了那幫市民 因為他搭這個紅鑽呢 他就不會拿到那個交通寶座的 那麼其實對市民來講呢 那個選擇是低了的 那麼有鑑於此呢 我們覺得 第一 紅鑽在政府的公共交通 那個新推出的補貼裡面呢 應該是在一定程度上面 要將紅鑽納入去 整個寶座計劃裡面 那麼當然啦 紅鑽它一定要有些規管的 那麼而今天有個 就是簽署了一個承諾呢 就是就是業界裡面 他們都有個誠意 是希望能夠 納入一定的規管 那麼令到呢 他們是有機會可以拿到這個寶座 而這個寶座呢 對他們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兩元優惠呢 其實我們都覺得 對於 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來講 那個生存都是很重要 對市民來講 那個選擇權都很重要 那所以呢 我們支持呢 紅鑽 是有機會轉到綠鑽去走呢 其實對所有市民 都是一個好處 對所有 就是小鑽營運商 其實都是一個好處 但是剛才劉國昏都講到 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他們要拿出來 就是做一個投標 可能他那條線沒有轉的時候 好地地 做十幾二十年都沒有問題 但是一拿出來呢 一分鐘都沒有翻開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覺得 其實在計分上面 既然他們 已經是一路走開那條路線 也都是服務著那批市民 只是一個形式上的轉換呢 都對於市民沒有任何壞的影響 而有絕對的好處呢 我們是支持他們 是有機會去轉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有各個業界的代表呢 來到去討論這件事 等一下也都有幾個例子 給大家去參考的 那幫我補充這麽多好嗎 我們今天出席的業界呢 其實 不單止是紅巴的 綠巴都有 那所以 其實這個方案呢 是得到就是 我又不敢講絕大部份 那起碼是 就是一部份的公式 八成 已經有在裏了 基本上 就是我不會說全部 但是大部份都有共識 那包括是什麽呢 紅巴的有這個公共小巴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的主席 林志強先生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一些例子 例如就是 漢華小型巴士商會的 有限公司的主席 周怡慎先生 那另外李漁門高超道 公共小巴商會的主席 潘承舅先生 藍田惠海小巴商會主席 魏初先生 那這些都是紅巴的商會 那我們還有大家都知道 就是六巴裡面其中比較 就是兩個主要的事份者 一個就是馬山 一個就是晉智公教的王山 那他們都有一個 香港這個的 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的 他們是主席啦 是會長啦 和秘書長 那大家其實在座都知道 如果說綠色專線小巴 馬山和晉智公教 都是很大部份的了 那所以他們都認同 就是紅巴 轉綠巴這個先導計劃 他們都不反對 給他們優先做回 因為其實現在政府擔心的理由 都是自己欺人 擔心拿了一條線出來 好像不夠公平 不照標 但問題就是 你一天不拿出來的時候 一天其實他們一樣在營運著 營運到30年40年之後 都是繼續他們營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會在他們做的那個 路線那裡拿出來照標 那既然 是有個不明文規定 他們 你是認同他們在走這條線 那不如給他們 先導計劃 做得齊齊整整 規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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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 令到他們轉為綠色小巴 得到監管 那市民得益 他們也都可以受惠於 政府不同的資助計劃 政府有監管 我交給林志強先生 這個公共小營巴士 總商會的主席 各位傳媒你們好 我們紅巴士就很想 有這個兩元優惠計劃的 紅巴士有定點定線的 應該就有十幾條的 現在他都是這樣運作的 現在我們就有兩條 抽樣調查 有一條是左敦道 虛心貿平和安達川的 他是定點定線定收費的 還有有錢商的 有八十通的 還有一條就是由麗川去麥華街 他那條就是有錢商 有八十通 有定點定費收費的 他自己都做了有詳情表的 都做了很多年了 如果要我們說 扔出來給政府開頭 我們試過 觀塘有一條醫院線 我們有同業就扔出來 就被另一個行家拿了 所以我們做紅巴的業界 就不會拿一條線出來 如果現在這個優惠計劃 我們希望先到優惠計劃 我們希望政府 我們現在正在做耿線 紅色小巴 納入去 我們受監管 取開條件 我們認為是對 我們就接受運輸處的 我們接受去規管 而我們的司機 他都賺多少錢 對生態是好些的 好 我就解釋一下 林先生 這個類似運輸處的服務詳情表 就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兩條路線 因為先渡計劃 我們都要拿一些例子出來 所以我們拿了兩條的例子出來 其實還有十幾條 但是呢 如果政府真的願意聽 我們會願意去協助一起推動 那好像這些就這樣 他已經有了起始站 有了終點站 有了每一個站的路線怎樣走 那他是要跟著他走的 那另外有個服務時間 是幾點 至到幾點 那收費是多少 他們有個表呢 很清晰貼了出來 他們自己都是跟著那個規管 那但是問題最大 大家會擔心 紅巴 很多其實都大家知道 是入線的嘛 很多都是個體戶 那是否願意 那些車主都會支持呢 所以我們其中一條件就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每一個車的車主 他會列上車的車牌 他要簽名 他就願意遵守 他們有一間管理公司之類 他們願意遵守這個價錢 這個路線 這個服務 他們全部就會簽署 是 好像這一條 佐敦北海街區 沙華平和安達川 那樣 就有12部車的車主 全部加入 是願意接受這個計劃 所以如果他們在紅色小包裏面 那條線 所有的車主願意 都參加 他們自造一間公司也好 自造一個管理也好 那運輸處就應該 就是我們覺得是應該給他們去做的 那或者我都將這個時間交給 是否他們兩個說一下 他們兩個是廚訓者 廚訓者 站上來講講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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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是哪條線的 漢華的 漢華的 漢華小巴 這份就是我們 各位傳媒 大家好 我們是漢華小巴的 這條線呢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七年了 其實就和專線模式一模一樣 我們有用巴勒通註冊了那間公司的了 這七年呢 我們其實就是一共有十二部車 每天開車的時間是五點八 還有收工是到這個凌晨兩點的 還有我們每輛車是有時間規定的 譬如我們早間的每七分鐘一班 就是繁忙時間是有時間定的 所以我們藉著這個機會 就反映我們是劉議員幫我們今天在傳媒介紹 那我們都希望 因為這個可以爭取到這個兩元優惠 還有納入這個專線 我很多謝劉議員幫我們爭取的 多謝了 你想想他們做了七年 那其實運輸署都是認同了他們一路做這個服務 那它又不會開一條新的 就是開標開一條新的線 那如果政府不承認的話呢 那不將他們給他們先讀計劃的話 變成怎樣呢 就是這一批的街坊 就兩元優惠是享受不了 那補貼計劃將來有機會享受得到 因為他們基本上都做得很規矩的了 但是問題就是他們始終 同樣是做小巴 但是他們的競爭力就會輸了給一些專線 或者是一些巴士公司 或者我都等由唐那條線都講講這個情況 好嗎 各位前面 多謝你 我們是由麥華街到游泥村的 開了十幾年了 都是這個價錢 都是由麥華街到游泥村的 早上就5點10 晚上12點 我真的不懂得說話 現在越來越難租了 又是越來越難租了 那些地鐵就去到那裏 真的很難 所以我希望政府 就納入我們專線小巴那裏 好 謝謝你 那我們給陳文俊和馬先生 或者黃先生 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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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文俊你講 文俊可能和林先生調位 因為方便他們的麥克風 好 謝謝 各位傳聞人你好 我們其實是六巴型晚上 不過都參加這個記招 其實最主要給大家知道 其實紅巴和綠巴都有大家共同的看法 其實既然現在其實在市場上面 是有一些紅色的固定路線的小巴路線 為什麼不可以讓他們納入一個受監管的項目 作為香港 我想我們比較大的兩間公司 而我們代表了差不多超過七成的六巴型辦商的商會 我們站出來支持了劉國賓議員和Ben哥 他們提出這個先導計劃 而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加速 將所謂的專線化 因為政府一直強調就是說 希望有一天可以把紅巴轉成六巴 但是正如劉國賓所說 其實在過去的十年 其實它轉得比較慢 慢的意思是 其實那個空間已經越來越小 因為其實鐵路的膨脹 巴士的網絡的覆蓋面也廣了 如果你要再去找一條路線出來 是挺難的 反過來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紅色路線 其實已經做得挺好的 為什麼不可以因理成變地順水推周呢 因為如果你不去認同他的身份 或者他的營運模式 始終這種膠著狀態是不會變的 是不是 他亦都不會讓任何的營辦商 或者一個行家進入他的路線 反過來 他仍然是要做一些固定路線的事情 但是他得不到 應該得到的一些所謂受監管項目的優惠 就是盡了義務但是沒有優惠 正正因為現在有這樣的計劃 這個先導計劃我相信呢 是可以吸引到更加多的紅巴營辦商 願意轉成綠巴 因為剛才Ben哥和郭芬兄都說了 其實現在政府是鼓勵這件事 的確 如果你在憲報刊登的路線裏面 紅巴的營辦商是會加分的 但是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叫做虛擬的數 為什麼呢 其實任何人只要他不是在做綠巴 他都有加分 但是你是保障不到現在這條線的營運者 現在剛才在說的 尤勵邨或者佐敦道這兩條線的例子 就是他裡面已經有十幾輛車 或者一堆的司機已經做了超過十年 他們的利益沒有理由被人家瓜分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可取的方法 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個緩衝的時間 可以令到將來政府可以作為這個士金石 將紅鑽綠更加加速 我想我們要講的差不多 謝謝Ben哥 還有郭芬兄 還有沒有人講過 他講完 他講完 你的結果 在上個星期 我都和劉國芬 是和運房局 和運輸處負責公交的官員 是有會面的 也都有提出我們的訴求 當然政府聽完我們的意見之後 他都要回去考慮的 我們都希望給他時間 但是我們稍後 經過今天的記招 和聽完業界之後的意見 我相信我和劉國芬 都會再次和政府去跟進有關的安排 也都不希望政府想得太久 現在因為各個的津貼 包括兩元優惠的檢討 其實接下來都要做的了 也都希望這些優惠的落實 和新的檢討的情況之下 有關的計劃是能夠 這個試驗計劃是可以順利推展出來 令到更多市民受惠 事實上現在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因為政府打算推出這個交通補貼的計劃 那麼業界他們也都表了一態 是願意去接受規管 那麼如果在這個時候 是做多一步 就給他們一個紅鑽綠的先導計劃 是鼓勵他們再轉做這個專市小巴 不單止令到市場上面的紅巴 享有這個交通補貼計劃的優惠 也都能夠令到他們享有兩元的資助優惠 事實上我們一直去爭取這個紅色小巴 立入交通補貼計劃裡面 在紅巴業界的意見裡面都是一半一半 有些認為我們都願意去接納規管 願意去為了這個交通補貼計劃 接受一些安裝白達通 固定路線 一些收費等等的措施 但是問題就是他們都會 另一半就會問 如果我做這麼多事情 我和綠色小巴有什麼分別呢 那為什麼我不可以享受其他呢 所以如果我相信 加上這個紅鑽綠的先導計劃 是能夠令到大部分的紅巴 都願意接受自願規管 可以立入這個交通補貼計劃裡面的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 祭招最大的目的 而我們都想說那個數字就是什麼呢 現在全港大約4,800架 4,600 4,350 4,350 4,350架的小巴 包括專線小巴和紅色小巴裡面 一直是維持著大約3,000架是綠色 1,000架左右是紅色 那如果我們只是將它 納入這個補貼計劃 那其實這個狀況我相信 持續就是怎樣呢 就是超過四分一的小巴 仍然是沒有這個兩元的優惠 超過四分一的小巴的乘客 是不能夠享有 就是運輸處提供的小巴優惠 那些轉乘計劃的優惠等等 他們都是被排除在外的 而他們其實不是說不想不轉 只不過以前一些的 拿出來重新再投的例子 令到他們卻步 不想再拿出來投 寧願越來越困難 或者是找一口飯吃一下 都好捱下去呢 繼續經營這條線 好過連條線都沒有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 希望政府能夠接納 我們建議在推出這個交通補貼計劃 納入紅巴 它願意接受規管的時候 納入它之餘呢 就加了一個 就是紅鑽綠的先導計劃 給政府去考慮 那這個我也都相信是去解決 一直以來 大家 就是市民也好 社會也好批評 喂 為什麼 紅鑽綠的速度是這麼慢 就是這個我們的目的 那不如我們開放給 傳媒朋友問一下好嗎 大家傳媒朋友有沒有問題問 就是關於 交通補貼計劃也好 關於紅鑽綠的先導計劃也好 所以我想問呢 就是十幾條定線 現在說就是紅鑽綠的 但是其實佔個 譬如一千架紅鑽綠的有多少架呢 譬如先導計劃的話 會有多少架紅鑽綠可以轉成紅鑽綠呢 我初步簡單打一答再交給業界 現在是我們自己去醞釀的時候 有十幾條線願意加入 那如果政府願意接這個計劃 因為先導嘛 那我相信是會有越來越多的紅鑽綠呢 是見到這個計劃呢 是會想一想 我們條線是時候都好像其他的路線一樣 要整得規矩一點 跟著加上這個計劃 享受優惠 但是實際數字我交給林志強 以我估計呢 就應該也是有定點定線走緊的那十幾條呢 通常大約是四百步左右 如果這個計劃是可以的呢 其他紅線的車主和司機呢 都很樂意受監管 都可以做這個先導計劃的 我已經在會裡跟他們講過 他們說如果政府肯 今天我們開這個記者招待會 肯接受了這個先導計劃呢 他們立刻去裝八十通 有些線呢 做了二十幾年的 都是用八十通 還有有定點定線的 有些呢 就買了八十通回來 如果這個計劃呢 真是實行呢 他們就立刻去裝 立刻遞信上給運輸署申請 好 其實想問一下呢 因為如果說要做第一步的先導計劃 那個補貼計劃的監管 政府不難做 就是容易明白的 但是有些什麼原因 令政府要接納你們那個先導計劃呢 因為如果他接受那個補貼 是立入紅巴、村巴 它已經是給你們安裝八十通機 有固定路線 有價錢 就是已經做到一定程度的監管 就是有些什麼政府 有什麼原因要接納你們那個先導計劃 都要做 我相信其實紅巴轉綠巴 這個都是政府一向的政策裡面 它的目標來的 政府都是想推出一個專線的小巴 令到那些小巴服務呢 是得到監管 他們要求呢 是那些小巴營運商呢 是有個服務的長程表 有了路線 有了這個價錢 有了那條路線的所有的車 那是規矩 它是經營的路線的 那如果現在的交通補貼計劃 立入紅巴呢 只是第一步 他們是 基本上那些路線會交給他 那 他是 會自願去規管那些路線 或者收費上某程度都規管 那但是對於這個班次又好 或者對於這個服務的時間 你知道現在有些 紅巴是 就是 某個時段可能會特別多 某個時段可能 你想找一步都 都未必有的 那 這個來講是 就是政府一向的目標之一 但我們剛才看過去的十年 其實我們現在基本上 紅鑽綠的數字呢 這十年裏面呢 我想都不知道有沒有300架 都未必有的 那所以那個數字是很緩慢的 我曾經推算過 如果以這 六七年的數字去計算呢 我們可能去到2047年呢 就是那個第一個五十年 就是香港回歸之後呢 其實那些紅巴呢 都未轉好做綠色專線小巴 還有在現有的狀況之下 那個速度只會越來越慢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要開新線 或者是那些綠色小巴專線加車 才會有機會轉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路線 我剛才講啦 四分一以上 已經是原本的紅色小巴 正在走路線了 正在走的 它又不會在那裡開新線的時候呢 除非政府就是一些新的屋邨 建 它就可能會加一些鑽線小巴 但是那個問題 大家都見得到了 現在很多新的屋邨落成 他們第一時間是加巴士 都未必加小巴 所以對於整體小巴的監管來說呢 如果政府真的想繼續加快的鑽線 想是有好一點的監管 令到市民一個好一點 穩定一點的公共交通服務呢 其實我相信政府是應該是要這樣做 只不過那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政府到今天呢 剛才你會說 為什麼他不去做呢 其實因為他是在那裡自己欺人 他又擔心 如果我給他 紅色現有的經營者 轉為綠色 不拿出來投的時候呢 會被人說 是不是不公平啊 為什麼會給他呢 但是我剛才都講了一個問題 就是 你不拿出來投的時候呢 那條線 不會突然間變成綠色的 他在可見的將來 都仍然是這一班的持份者 他是在做的 那其實你是變相的 他們的他們 繼續去做的 但是問題就是 在那批的乘客裡面 他是享受不了很多的優惠 這次 原本的交通補貼計劃裡面 其實都將他們排除在外的 幸好我們一看到這個問題 立即和陳斌議員 和村巴和洪巴業界 大家聯合爭取 政府才重新去考慮 將他們如果接受某程度的規管 納入 所以我覺得 政府如果目標是沒有變的話 應該是願意去見得到 更多的紅色小巴 轉為綠色小巴 陳斌議員有補充 我相信對於政府來說 如果將紅色轉為綠色 最大的好處就是 政府易於規管 因為如果要監管紅巴 其實他現在沒有任何辦法 市民沒有一個穩定的公共交通的乘搭 也都會令到公共交通的供應 是不穩定的 所以對於政府來說 其實是好事來的 不過現在就是有一個消極的遺憾 就是政府它就覺得 這種好像是一種生態的平衡 但是其實那些紅巴就握緊就命 因為為什麼呢 它又沒有得去轉 不敢去轉 甚至乎等著政府去轉 但是政府又覺得它現在平衡 但是其實它們經營得很辛苦 所以既然它們這邊又辛苦 政府又 其實公共交通政策都很想推的 為什麼我們不嘗試行一個新的政策 令到整件事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政府也都不應該經常 慢慢走 任何東西走一步 怕左怕有船頭 怕鬼船尾怕差 我覺得這樣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既然有我們這樣出來促成這件事 跟著小巴業界他們也是支持的 我希望政府採取一個比較積極的態度 去回應我們的訴求 其實如果大家你看回現實上面 紅鑽綠對市民來說 它除了服務上面是好了之外 它沒有變化的 就是對一般市民來說 為什麼呢 現在有的綠色就在走綠色 紅色的話呢 是在走紅色的線呢 它是不會變的 所以如果你給它轉為綠色 只不過是多了兩元一圍 多了穩定的班次 多了穩定的時間 它不會說因為這樣而不同了 所以我們都覺得 應該真的政府是時候改變一下的思維 為什麼停了這麼久這十年 好像都沒有動過呢 其實是不是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政府又不是很開新線 那麼紅色小巴 在做的路線範圍已經 基本上 你想一下 他們剛才說有些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都在做的那條路線 那麼他們已經做了一個很固定的 服務在那裡了 那麼我們覺得應該是有一個時間 是認可了他們一段 那麼長的時間服務 給他們在那裡繼續經營的 好 其實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因為現在那個制度就是要投標才可以轉 那會不會擔心如果有這個計劃的話 其實是會帶頭切破壞了制度 然後可能其他不同方面的類似的都會說 不用投標啦 就這樣轉就可以了 那還有就是怎樣去說服那些 單口那些又會可以跟你們這樣去 立入那個規管那裡 所以現在我們推出那個不是一個強迫的 就是你做著紅色線 就全部都要轉綠色線了 那麼我們再看一看我們的表 那我們是推出這個先導計劃 那先導計劃裡面其實有幾個條件的 一定要達成 那麼其實第一 它有間公司自己有百動機裝了 那麼它是在那條路線裡面可能 起碼有一定的 就是不要說喂 好像剛才你這樣講 會不會現在那些紅色周圍去霸線呢 那麼它一定要走到一定的年資 可能是五年 可能是十年 那麼大家都說 這五年裡面 這十年裡面 它有證明提供到 我是走這條線的 那麼 咦我就運輸著覺得 OK 這條線可以接納申請 那麼另外它要提供一個服務詳情表 就好像剛才這些這樣了 是有了這個服務的時間 有了這個目的地 有了的固定路線 有了所有的車輛的車牌 究竟有多少的車鞋 還有收費 有了 那麼跟著呢 它就跟運輸署去申請 那麼一定是所有車主 願意接納了進去 那麼它才做得到 那麼它申請 跟著刊欠 如果沒有其他的車主反對 那麼它就可以和轉陸了 那麼這個講到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 它有沒有人反對 基本上就是 它走一條路線 所有的車主 都願意接受才行的 對不對 那麼其實現在 不僅是 紅巴用這一套的 好像 船一樣 那麼 因為船如果你提出 我要走一條路線 如果它主動提出 政府就會可能 諮詢 如果沒有人說要去 都要走這條路線 它就會給它做這個服務的了 那麼所以我們覺得 既然它都走了三十年 二十年 十年 那麼 只不過你閉上眼 可能覺得它 就是不存在 那麼不如正式 認可它的服務 讓它在那裡營運 那麼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是一個公平的狀態 還有我們不是說 給 只是給A不給B 只是給C不給D 我們講的是這個先導計劃的政策 是對所有的 現在經營著紅巴的車主 都是公平的 大家都可以參加這個計劃的 只要這條路線 大家都達成共識的話 都可以參加這個計劃 是可以享有這個服務 還有剛才大家都說 就是聽過記者會 我們在這個計劃之前 紅巴做個諮詢 綠巴做個諮詢 基本上是七八成的人 都認同 推出這個先導計劃 所以 是有一定的共識 才願意去做的 有專線那兩元優惠計劃 我們紅色已經是跌了六七成的生意 現在這次的優惠計劃 如果這個計劃不納入我們紅巴 我想我們的工人 就很淒涼了 那些司機 所以我們和劉議員 Ben哥他們 就和我們說 我們認為這個計劃是好的 我們紅巴商會 很多商會都贊成的 尤其是我自己的商會 大部分 我問他有些都已經買了八十通回來 在那裡等 如果這個計劃實行 他立即裝 立即遞一條線上來的了 我覺得這個計劃 對我們紅巴 是有一大股目的 但是先生 我想問一下 那個先導有什麼分別 就是對你們業界做的 我們如果業界做先導和六巴 如果我們做六巴的 如果他有兩元優惠計劃 就政府承認 現在我們紅巴 政府就不承認 如果我們接入了我們 政府承認了 我們是對我們有好處的 司機也有好處 和車主也有好處 為什麼我們不做呢 麻煩 想問一下 就是 剛才講到那個 紅巴納入兩元那裡 就是 那個誠學書有講到一點 這個補貼計劃 補貼計劃 補貼計劃那裡 講到一點就是 會用一個比較穩定的 就是車資收費 較穩定的車資收費 那是不是其實 會願意 就是 立入了計劃之後 你們紅巴 如果大家可能加價的話 是會受到這個 政府批准 你們先加呢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想問 那個先導計劃的 因為其實 拿出來投標 新有興趣的人 可以透過一些價格的競爭 或者服務的提升 就是進入那邊書 給政府去考慮 那如果你們越界 會不會 願意和政府去討論的時候 作出一個承諾 是說你們減價的 去換取優先給你們 原有經營者 去做那條線 你們會不會考慮呢 我想兩個問題都等了 我馬上去答 你說減價呢 我覺得呢 立入下去 我們不是說 要你減價 大家在那裡商量的 我們這個計劃呢 就是整體性的 我們希望呢 入了這個計劃呢 就 就運輸處和政府監管 那 你有得監管的 那個銀碼上落 車價上落的 你們都監管了我了 就不是說一定要減價的 有很多車都不必要一定減價的 那他問你那個 承諾書那裡 你是不是願意 如果立入補貼計劃 路線和價錢都願意接受 路線和價錢呢 他們一向都有路線在做的了 那個價錢 他們一向都有個價錢的 你說 你接受了 政府接受了 我們這個補貼計劃呢 你變成有得監管我們 你可以給我們條件 我們認爲條件合理的 我們一定是參加這個計劃 我們一向都定點定線的 有很多 我們就 應該做緊五年內的 我們這些 紅色有線定點定線做緊的 可以來申請和政府 我補充少少 如果是現在走的紅巴 本身他們沒有提出 或者政府不去做這個先導計劃 基本上他們繼續走紅巴 政府也不會拿出來投 基本上市民也沒有辦法享受兩元優惠 但是呢 如果是政府願意走這個先導計劃 其實政府呢 他都是有說的 他可以提出一些條件 提出一些要求 小巴商 他們就去和他談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政府連提都不提 一路就等這些紅色小巴 他沒有辦法去轉做綠色 因為他們不夠膽 但是轉了過來 其實市民是受惠之餘 整個公共交通工具 都是有個好處在這裡 所以 我們其實是希望政府 採取一個比較積極的態度 不要那麼消極 那小巴商 其實他們也都是 願意接受一些的規管 那這個對於 整個公共交通來講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我們才希望政府 是支持這個紅圓 轉做綠圓的計劃的 好 那我都簡單回應 因為我知道都有 多一間傳媒來了 那就是 業界呢 這次紅色小巴業界呢 他是很願意去接受 這個自願的監管計劃呢 他們會願意去簽一個承諾書 是就著他們的安裝八達通 就著他們那個路線 究竟是哪一個點 走去哪一個點 有個路線 接受監管 也都願意接受一定程度的 就是價格的監管 這個價格監管 就是他告訴政府 他們現在的收費的模式 是怎樣的 那參加了這個計劃裡面呢 都是大約根據這個模式去做的 那所以他們是願意接受 這幾樣東西的監管呢 那等政府可以將他們 納入這個交通補貼計劃裡面的 那而這個的 紅鑽綠的先導計劃呢 其實對市民來說呢 可謂百利而無一害的 因為在這個先導計劃之前呢 基本上紅色小巴 很多都是經營著10年 20年 都是那個地區 服務著那些市民 那整一下的 那如果他們能夠在先導計劃 享受到 去轉了做綠巴的時候呢 那他們變了 就不單止可以 享有到這個交通補貼計劃了 也都能夠享受到 這個兩元優惠 也都享受到 不同交通工具那些 轉成計劃 那變了在現有的居民來說呢 他是那個 優惠的覆蓋面是大了很多的 而在政府的角度來說 也都可以加強對這條路線的監管 那對於紅巴來說呢 他們那個業界的那個收益呢 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因為畢竟在過去推出了兩元計劃 在專線小巴可以有地鐵有巴士有 他們沒有的時候呢 他們的生意是跌了六七成的 那幸好政府這次能夠 就是亡陽保留 願意考慮將紅巴接納到 去交通補貼計劃裡面的 如果不是基本上 他們的經營呢 基本上就只會雪上加商 越來越難做的 那我們也都藉著這次 既然他是要接受一定的監管 那跟綠色專線小巴的服務場證表 沒有太大分別的時候呢 那我們建議推出這個 這個紅鑽綠的這個先導計劃 那是令到三爺 政府爺 市民爺 市民爺 業界爺 那這個目的是這樣的 好 我想問呢 因為實際是不要再遲了一點 那你想想問一下 那個覆蓋律 那個紅色小巴 有幾條專線 涉及多少個司機 和多少個小巴 是會任這個先導計劃 還有就是有沒有希望 就是將這個計劃 可以擴展到 就是所有的紅色小巴 都可以 我簡單講講 然後再交給業界補充 其實呢 我們都跟業界去談這個 先導計劃的時候呢 就跟了紅色小巴業界 和綠色小巴業界去談的 那大約八成的小巴的車主 那它都是願意加入這個先導計劃的 那實際上呢 現在呢 在現有四千三百部的公共小巴裡面呢 大約是三千架是綠色專線小巴 一千多架是紅色小巴 那過去來講 這十年呢 基本上由紅色小巴 轉成綠色小巴的速度是很緩慢的 十年裡面呢 是轉了大約二三百部 很久的 那你想一下 用十年時間 才二三十部 那去到2047年的話呢 我相信都還是維持一定的數目呢 都還是紅色小巴的 那現在呢 其實已經有一定的服務詳情表 好像這條佐敦去秀茅平安達村 或者由賴村去觀塘的話呢 其實有十幾條的紅色小巴路線呢 已經是自己做著一些服務詳情表 自己固定了路線 固定了收費 還有固定了一定的數目的車輛 你看一下了 那所有的車主呢 是要簽了呢 是哪一架車 在這條線裡面的 那他們是計過呢 如果政府能夠推出這個先導計劃的話呢 最初這十幾條線 大約三四八部紅色小巴呢 是願意去加入申請的 那其餘的大約九百多架呢 都會看回政府推出了先導計劃呢 是願意呢 是就是仿效呢 因為根據這個先導計劃呢 其實我們都不是說你想轉就轉吧 我們都要符合這些條件的 所以其他的九百多架呢 他都要做得到 就是他們要有八大通緝啦 要有一個固定的年期 就是他要證明到 他自己在那條路線 走了可能五年啊 十年啊 甚至乎更長的時間啦 要一個服務詳情表 有一個路線 收費等等固定了去 那還有最後就是 他要向政府運輸署申請 那而刊了獻之後呢 沒有其他的業界反對 那才可以轉的 那所以 其實那些紅色小巴自己都要做一輪功夫的 那但是現在有十幾條呢 基本上已經 他們自己做了 不過他們自己做了之後呢 只不過是只規管自己 他們是沒有不能夠 他有這個義務 但是他沒有這個權利呢 享受這個兩元優惠 甚至乎其他的優惠 那所以我們為什麼提出 在現在政府考慮 納入紅色小巴 做這個交通補貼計劃 他們願意接受監管的期間 不如這樣吧 走多一步 推出這個紅轉綠的先導計劃 那等更多的紅色小巴 可以加快速度轉綠的 專線小巴的 葉教有沒有報索 沒有 那我想問一問 林先生 就是那個 你覺得這個先導計劃是吸引 就是為什麼會希望去 這個先導計劃呢 就一定是吸引的 因為專線小巴有了兩元之後呢 我們紅巴的生意額呢 就大幅下降了 而如果這次津貼呢 也都沒有紅巴加進去呢 那我們呢 紅巴呢 就是雪上加霜的 所以我們 都很多謝啊 劉議員和阿斌哥他們做 我們觀塘呢 有兩條線 我們觀塘有一條線呢 就去醫院的 這樣呢 就扔了出來呢 就是紅巴來的 定點定線 收緊的 那就是 政府呢 就說 什麼你拿出來 大家開投吧 怎麼知道開投了呢 我們的線主呢 就投不了了 就是開馬小巴 他自己有條 所以呢 我們所有紅色小巴 定點定線那些呢 都不肯拿出來投的 所以呢 這個計劃呢 我們是自願性的嘛 我們沒有逼那些紅巴車主做的嘛 那你紅巴車主 都要有條項線做的 有個連期 有個連支在那裡 政府才接納你的嘛 不是你說 我現在 謬謬然的 十個八個 又組一條線去做的 是不行的嘛 我們應該要有連支 至少五年以上 那其實就是 林先生說得很清楚 過去呢 紅轉六 那些紅巴的業界 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他們紅轉六呢 現在要是就開的 運輸處 開條新的小巴 專線 拿出來投票 要是呢 就現在現有的專線小巴呢 他要加車 買新車 買紅色小巴轉過去 那所以呢 他們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們做了二十年 三十年的紅色小巴 他要轉綠色呢 可能他要拿出來再投過 再投過的時候 雖然紅色小巴有機會加分 但是很大程度上面呢 他們怕他們投不了的時候呢 那變成呢 他寧願不拿出來投呢 寧願每天在兩元優惠計劃裡面 他們都是 生意壓受到影響之下呢 他們都不拿出來投 那他們不拿出來投 變成什麼呢 小巴商又受苦 市民又沒有受益 那所以不如 如果現實都是 政府不會在一些紅巴營運的路線 拿出來鏡頭的時候 那不如就 政府就承認他們的資格 給他們 規規矩矩的去申請 就是這樣 我認為呢 就是 目前呢 有各類的津貼都好 有兩元也好 政府接下來推出那個 就是交通津貼也好 對於市民來講 如果那個區 是紅白正在走的 基本上目前為止 它都是沒有什麼受惠的 那如果能夠轉成 由紅色轉成 綠色呢 立即享受兩元的優惠 這個我覺得 對於市民來講 是一個最大的優惠來的 那但是 小巴商呢 其實近這幾年 他們的營運也很困難 因為我們見到 就要港島為例了 自從有港島 就是南區等等 甚至乎去到 堅尼地城那條線之後呢 港島基本上 你是見不到 有紅色小巴在走的 最主要因為鐵路的增長呢 令到他們 其實生存空間 都已經是非常之障礙 如果政府 不在這個時候 是推出一些計劃 去協助他們 可以有個 比較好的轉型呢 其實 紅色小巴呢 他們面對的困難 更加大的 所以我 都很希望呢 政府是 就是本住小巴業界的發展 甚至市民的那個優惠 可以推出一個先導計劃 讓他們呢 可以由紅色轉成綠色 那麼這個計劃呢 也都是 對於整個公共交通的規管 是有好處的 因為 紅色小巴就不需要規管 但是綠色小巴呢 就是 無論是價錢啊 路線啊 都是有規管 那麼這個我覺得 對於市民 對於社會 都是有好處的 我們最後在這裡呼籲啦 其實政府就不應該 再者欺人 認為呢 不將一條 紅色小巴 經過投標 轉做 就是綠色專線呢 就是公平的 那麼因為 為什麼呢 你不拿出來投的時候呢 其實政府 就是不拿出來投的時候 紅色小巴 是可以 在這個路線裡面 繼續經營 那麼市民其實 是 只能夠呢 是接受 就是 現有的服務 那麼所以我希望呢 政府真的可以考慮我們的先導計劃 那麼 我們不如現在簽個承諾書 好嗎 一層在這裡 那麼我們給一些業界來簽名了 這個呢 就是承諾書 那麼我相信呢 政府日後呢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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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交通補貼計劃裡面呢 納入紅巴呢 都要業界接受一定規管 都要他們簽一些協議的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模擬了一份的 就是協議承諾書 交給業界去簽 那麼我交給啊 林先生代表 他們公共小巴商會去簽一簽先 好 不如你 你 在這裡簽 簽個名 簽個名之後就拍照 你看著那裏 看著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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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了才看鏡頭 好 好 我們其他小巴商都過來簽名 有多支筆 有多支筆 我們一起簽 在這裡 好 簽完名 簽完名 一起看著鏡頭 陳素兄出來簽完名 好 你們過來 業界出來簽名 好 可以多簽幾個先 好 你拿支筆給你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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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阿牧 好 好 小阿牧 那不如我們一齊拍張照 大家拿著個牌 都有個先讀計劃的承諾 那不就大家 好 走前來 一齊 有些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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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簡單喊幾句口號好嗎 好 好 好 业界接受交通补贴计划监管 建议推出红钻绿先度计划 业界接受交通补贴计划监管 建议推出红钻绿先度计划 业界接受交通补贴计划监管 建议推出红钻绿先度计划 好 谢谢大家